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2023年2月17日和18日 會開我的演唱會 對上一次演唱會已經是2018年 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一來和粉絲很久沒有見 很久沒有唱歌 大家覺得這幾年很多事情都停了 我希望可以用演唱會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年 我自己有什麼成長 有什麼體會 所以這次演唱會的名字叫做 時間遇上我門 這幾年可能很多事情發生 或者很多事情突然失去 時間你可以改變嗎 也不行 你不可以走慢一點 或者不可以回頭 不可以走快一點 但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可以選擇去做些什麼 在這個時間 雖然沒有了一些我們覺得很舒服的 我們的空間消失了 但怎樣可以用這段時間去做些 可能未做過的事 所以這個演唱會其實 在想法上 和以前的想法有些很不同 不希望只是以一個純粹 好像嘉年華這樣的方式 去和大家見面 希望在唱歌跳舞之餘 都可以分享到我們的成長 我們這幾年的改變 這次的演唱會 就是用了時間來做一個主軸 整個演唱會會分 昨天 今天 明天 用我的歌 去配合一些畫面 和舞台上的設計 去重溫我這麼多年的歌 因為這這麼多年 可能是二十幾年 大家會覺得 用一種慶祝的方式 譬如幾周年幾周年 去打開一個演唱會 但這次我覺得 經過這幾年之後 用一種比較思義 或者浪漫的方式 去分享一下這二十年來 我們怎樣經歷昨天 和今天 和將來 所以會很好看 我自己覺得是挺震撼的 因為將自己二十幾年的歌 放在演唱會上 好像帶大家去一個時間浪 那樣 重溫我這些歌 會不會有循迴 不知道 希望可以 但我們會先做香港 看看疫情如何 希望可以循迴到世界各地 今天這個造型 自己好像穿了一個盔甲 又或者好像那些 武士道那些服裝 很powerful 可以這樣說 很powerful 又很sharp 但是其實 powerful得來 其實是很多褲子 大家看一下 很soft 很浪漫的褲子 我想都很符合我的 很符合我自己 想表達到這次這個主題 上次做了粉紅色頭 想想這次做些什麼 可能再剪斷頭髮 再中性一點 其實想回以前演唱會 很多時候都是公主裙 不要再穿公主裙 我想都是要徹合自己高貴的形象 但有些突破 交給造型師 還有少許時間交給他 其實喜歡吃東西都很正常 新年 我想可以一個人吃粥兩底 或者朋友都知道我吃素的 就會做素的蘿蔔糕給我吃 特別好吃 今年可能只能夠試一點 想起新年不能吃蘿蔔糕 其實都挺傷心 貼著做運動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都要經常堅持做運動 不是演唱會才會做運動 平時都要做 演唱會可能會更加注意飲食 尤其是保護聲 都是媽媽的湯湯水水 保持心情愉快 健健康康 其實你的身體就會運作得很好 他是很搞笑 當我決定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有個新聞告訴你 下年2月就開演唱會做秀 然後他第一句說 那我呢 然後我說 那你什麼 你又開秀嗎 原來他的意思是 我會不會來看 我會不會來看 因為他 我說開演唱會 他有時會覺得 會不會去了外地開演唱會 他就不在 所以這次他很緊張 就是我有沒有粉 可以看到呢 嚇死我 那我呢 我以為他想雙台唱歌 不過我想他不敢 他在下面 他在下面搖一下棒 可以了 他在這裡的時候 我都會做得更加開心